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在社会当中有灾难来的时候很难避开 而有些人就能够消灾解难 化解人间的忧愁 实际上这就是看你自己的意念 当你想明白的时候 你不跟别人去争 不跟别人去抢 那个时候你的心就比较平安 所以你就会避开很多的灾难 其实很多人就是不凭一时之气 心中没有包容圆容之心 所以他对什么事情都会往坏的地方想 都会让自己要赚尽人间的便宜 那些人心里不平衡之后就缺少着良心 当一个人心里已经对某一件事情有看法之后 你要他改变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不能离自己的心太远 因为你的心离了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太远之后 你很快的就会有灾难了 不跟别人争斗 你会得到更多的空间 而这个空间就是你今天这个念头 能够给别人一个回旋的余地 实际上你就会避开很多的灾难 举个简单例子 要打官司的人 如果你一定要打 那么你这个官司就避免不了 如果你懂得避开官司 想别人所想 想想没有意思 我们吃点亏 几年之后 十几年之后 这不算什么 这个时候你的本性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不跟别人争恶争斗 你就不会害怕 你就不会在人间 整天活在恐惧当中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要多增加智慧 增加智慧的很重要一点 就是多多的洗地你们的心灵 我们不要去听那些不要听的东西 我们自己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我们就会人很正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懂得 一个人 有时候 要学会戒律 才能接收能量 一个人 如果 本性 是没有罪的 那么你顺着本性来做事情 那么 你会享受的一种 无罪福 就是没有罪孽的福气 所以当一个人 不做好事 也不做坏事 他最主要 他还是平安 有福 为什么 因为他享受的一种叫 无罪福 也就是说 他凭良心做事 他也不占人家便宜 他也不让人家占他的便宜 但是只要你不去伤害别人 不去骗别人 不去残害别人 你只要说 我对得起别人 你就会享受到 一种 没有罪孽的福气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 本性 有时候 会让自己 找到 人间的 方向 但是我们人的 本性之外的外性 又能让自己 迷失 方向 所以 我们 要懂得 本性 是慈悲 是无智体 空的 也就是说 本性 是 用不着你修的 就像一个人的 罪 阿赖意识当中 所储存的那些 善良的东西 你看不见 但是他非常 能够帮助你 懂得怎么样在 人的生活当中 活着 让你懂得 什么事情 能做 什么事情 不能做 让你成为一个 有修养的人 修养本身 是看不见的 但是 你懂得 佛法的人 你就会 有修养 所以人 本性 要干净 要 纯洁 我们 要懂得 当一个人 如果 把自己的 本性 糟蹋了 他的 本性 之外的 外性 他就会 慢慢的 被 业障 所 束果 起来 然后 慢慢的 就会 让你 心灵 受到 创伤 所以 灵魂的 事情 它是一种 看不见 摸不着的 但是 它可以 让人 感觉 出来 一个 有修养 的人 他永远 不会跟 别人 去争 这个 就能 看出 这个人的 本性 是 清静 纯洁的 一个人 有一颗 善良的 心 而 这颗 心 如果你 能够 好好地 把握住 你可能 这颗 心 就是 无形 无相 无色 无味 实际上 就是 无智体 就是 空性 所以 我们要 随缘 度人 随缘 得度 我们要 懂得 随着 自己 在 学博当中 不断地 精进 我们 才会 懂得 怎么样 成为 一个 能够 控制 自己 灵性 的人 怎么样 让自己 拥有 同体 大悲 的一个人 让我们 懂得 怎么样 在 妙有的 真空 当中 把自己 真正的 慈善的 一种 本性 美 能够 发挥 出来 这就是 我们常说的 一个人 要 真 就不会 假 就像我们 做人一样 一个 经常 实实在在 做人 的人 给别人 带来的 是 纯洁 给别人 带来的 是 发喜 如果一个人 整天的 吹牛 说谎 他 给别人 带来的 就是 阻碍 给别人 带来的 就是 心中的 痛 因为 很多人 知道 对方 在 撒谎 而 又不能 说出 就像 一个母亲 看见 一个孩子 在 撒谎 母亲 知道 这孩子 已经在 学坏了 但是 对孩子 又要 面子 又不能 直接 讲他 所以 这种 感觉 实际上 就是非常 痛苦的 所以 要让别人 不痛苦 首先 要学会 好好 做人 好好 学佛 怎么样 让自己 能够 真正的 懂得 我们 学佛 无功 便是 德 有德 才会 变成功 所以 功德 都 能 在心中 残存 心中 能够 有 真 才会 有功 真心 实意的 帮助 别人 珍惜 因缘 然后 和你 所要 做的 佛法 合二 为一 你就 犹如 白天 光芒 四射 把你 照得 像彩虹 一样 因为你的心 能够包容 因为你的心 是善良 所以 你才会 纯真 才能 身心 合一 一样 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